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哎呀 录这张视频的时候已经是 已经是凌晨了 没办法 还有好多视频要录 所以要抓紧时间把它录完 本套到家全套视频特别多 我想在最快的时间把它录完 所以说工程还是比较紧的 有时候难免在语言表达 或者说文字 有些疏忽的地方 大家可以到时候到我网站给我提出 在KC上给我留言都行 如果有什么错误 大家可以谅解 好 我们讲今天的课程吧 相冲 冲有冲撞 打击 反对冲突的含义 横冲则动 地之旺则动的意思 地之旺则破的意思 既神亦粉冲 用神不亦粉冲 这是个原则 好 我们看那个例子来讲的 相冲取向 这个八字 很明显是弱 是吧 明显是弱 年之子水啊 冲日之无火 年之子水冲日之无火 年之为母亲公 日之为丈夫公 子水冲克无火 母亲对什么丈夫不满意 是吧 这母亲 帐子 母亲冲帐子 但是不满意 月之汗水呢 为姐妹公 为姐妹公 时之四伙呢 为儿子公 儿子公 擦掉 姐妹对自己儿子不满意哈 按照时辰理论来说呢 也有一种含义 比如说嘛 汗水冲四伙 汗水正关为帐 赐火为劫财为弟弟 说明丈夫对自己的弟弟不合 跟弟弟不合 大家看一下我这是通过工会和时辰来论 其实啊 任何一个 冲什么冲什么冲什么都有两种动法 我是二啦 我是二种 是两种 两种 嗯 如果 如果自己走到四年的时候啊 四水冲害关 害水忘 忘焚冲走动 说明此年公有变动 大家记好了 如果这个人要问 什么是功能变动啊 一到四年的时候是不是把 害冲动啊 功能变动 留点出现紫水的 紫冲五 木火冻 旺子冻 日资为上半身 日资为下半身 下半身分冲 一说明自己冻得多 一说下半身吃蜜 啊 我们那个看第二例子吧 八字 什么啊 对吧 要熟悉的 要熟悉的话 这一看就一目了然 根本就不用 那样 当然要不熟悉的 还是按照步骤栏 说啊 嗯 我的一个学生 在我给他预测完之后 他让我给他儿子看看运气啊 这个学生已经离婚了 我们看看从八字中能否体现出来 嗯 这个八字不是预测了 就是那个 我就是为了验证一个信息 就把这八字拿出来 看一看啊 这个孩子 害水为正裁为父亲 父亲是吧 这是他的父亲大人 这是他的母亲大人 看看父母干嘛了 好 相冲了 伺候为母亲 伺候相冲 主不合 冲着动 所以各自离开 父亲冲母亲 母亲冲父亲 是不是双方就要 离婚了 这个八字 八字鬼丁相冲 鬼丁相冲 伺害相冲 伺害相冲还挺多的 丁似为笔尖 为朋友 鬼害为偏观 死八字深入啊 偏观为疾病 疾病把朋友冲走了说明什么 是不是自己生病了 没有朋友了 因为疾病 因为疾病 导致朋友离大人去 这个是一个重症 一无力的病 十分没有朋友 好了 现在看见讲到这里吧 在这更多视频 大家可以做的网站 我不讲那么多 area 是什么疾病ли 有没有朋友 会想要做什么 我会想要做什么 对 对 你 对 Och 感谢观看